是一個賣黃色的形象,非幾十二歲的女生 幾個用失貴的用盡步方式去制服一個十二歲的女生 但溫哥華這裏當然沒有去境遇 因為始終人家是民選政府,市政府好,省政府好 Please turn left in 20 yards Heritage 是不是像香港所謂的境遇 這裏的Heritage 是市政府管理給市民申請使用的 我們就租借了一個地方 在一個很漂亮的十九世紀的建築 在大樹下移植交流 氣氛又很自由 在公園裏面其他外籍人士會走過來看看我們說些甚麼 亦會跟我們聊起 不過她就原來很清楚香港發生了甚麼事 就是你想像不到的 因為我們在準備設麥克風時 有一班公公婆婆 我想是退休人士的 全部聚集在另一邊的地方坐在那裏 看到我們設麥克風 婆婆走過來問我們 咦 待會是否開演唱會 神情好像很興奮 我們不是告訴她 我們香港來的 一起有一個sharing section 他就講香港問題 他是知道香港發生甚麼事 一個八十多歲的哥哥 都知道香港發生甚麼事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看少一些民主國家 不是政府 就是所謂若民就強國 用漁民政策去移動人民 令到那些國民變成一些 無論是體質或是腦筋 都是相當之弱的一些蠢人 這樣就方便國家政權 去把他們聯絡於副長之中 這個強國若民的政策 不是屬於習近平 不是屬於警察黨 而是屬於二千年前的商鑲書 商鑲理念商公署 是大家的思想 人是不能讓他有原理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否則就要責任 所以西方世界剛剛調轉 其實在民運復兵 宗教改革 科學革命之後 人的地位一直上升 在一些西方的自由民主國家裏面 又說警察是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協助你去舉辦的活動 不是阻礙你去舉辦的活動 他們的角色是令到你順利完成這個活動 這跟香港是很不同的 在一個自由的環境裏面 大家可以說出自己的看法 有些是相當是難得 也很感謝在英哥華當地的朋友 還有Kennie、Kenneth、其他傳媒的朋友 他們的幫忙 他們一直都會使用 他們是順利舉行的 今天講的題目 跟我們今集三不條開頭 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一樣的 大家在九月六、六、五、六的情況 其實加拿大這段都看到很多新聞 十二歲的女生落後白顏色 也會用失跪頂 十四歲的少年 被警察扯住衣服的區域 在地下 當年任何的公民權利已經被博製了 在香港現在來說 根本我們已經沒有了公民權利 大家不要以為有 投票權沒有了 這個很清楚呢 然後集會的權利沒有了 你現在任何人去出街 你兩個人是兩兄妹來的 一個20歲哥哥、一個12歲女生 兩個人是不會有反限制令的 再拘捕一件在你身邊 屈你三個人在一起 現在基本上他都不介意 有多荒誕、有多荒謬 用越高調的方式 用越別聲的方法 很多人互惑吧 為什麼以前不 因為當政府官員 仍然是有一個羞恥之心 有廉恥之心的時候 他覺得這樣做是會引起國際的反感 引起傳媒的批評 引起議會的追究 甚至引起一個所謂獨立調查 委員會的出現的時候 他就會盡量去約束自己的同手 但是當他一跨過心理關流 甚至後裔的政權 他們的老闆 是鼓勵他們 敢於去打壓人民 他自然就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經常說笑 因為我說如果甘地認識人 他面對的是英國政權 他的絕食才會有贏 如果甘地面對的是中共的政權 甘地絕食到死也沒有人 為什麼呢 中共政權就會老鬱他什麼呢 搞女人啊 有小三啊 喜歡跟貴成年少女玩在一起 這個人的品格很有問題 很仁言啊 所以活該死 是因為這樣死的 其實不是因為絕食而死的 如果甘地今天在中共裡面絕食 你見到青海的西藏林 你會知道 就覺得是壯人自行 大家都不自行 但我也不會是壯人 所以一個政權當他人無恥就無敵 因為他已經不介意了 就算你說以往西方的局長政府也好 其實他都要有些所謂的底線 底線是什麼呢 就是譬如他們自己裡面執政集團的人 譬如軍方如果太過分溫時 民政府那邊會不會有反彈 裡面的宗教勢力啊 就是主教大主教等等 但是在香港現在自然是完全沒有制衡的 那三權根本來的討論是浪費的 我覺得要怎麼爭辯呢 一言掛領導當然是黨委領導的 何來要受到制衡呢 其實不是說特首 這個都是謊言 他說一國兩制主要的扭帶就是受權給特首 特首受權 這個三權 這個從來在教科書都不講的 我都應該講清楚的 現在所有的指示政策 重要的政策指示 都是來自港澳辦和中聯辦的 那跟特首有什麼關係 特首是個敗禮來的 叫你檢測就檢測 送幾百個專家給你就用 用得不好就是你負責 是你做得不好 我已經定了 我理得你香港人要不要 我叫你要就要 吃就吃 行就行 不睡就睡 不睡不吃都不行 殺氣騰騰 幫你檢測 殺氣騰騰 那你就知道什麼了 知道你發生什麼事 很簡單你說 721推捕林鄭 你以為他知不到 那個反響道很大 他知道 包括推捕林鄭 用一個1930幾年的所謂線道 去調理一個文字 大家都知道 其實也未必告一天 上次動一個中西區區議會主席 都是用這個反響 1930幾年 報道的時候 修改了拿來加勒給左仔 現在左仔是對付的 公告施首都是對付的 問題就是 喂 他都知道這樣很荒蕩 整件事不清不楚 你用國安公署去執法 究竟是否用國安權來控告 原來又不是 因為查查一下 法國 對呀 不用用國安 連這個刑事罪任條例 裏面第十條 十一條件都可以 所以我就說 在這麼荒蕩的時代 高高舉起這個荒蕩 就不能 結果就是要大家 熟悉 避免的事情 要仇香港 沒得還 反而 讓大家去做一個熟悉 乖乖 再不是 是一種很私利圖的 我們叫做典儀儀儀儀儀 這個世界沒有好人 每個人都是混蛋 我混蛋不重要 其他人混混蛋就行了 我想說 所以那個犬猶在這裡 然後他一個人不信任 變成一個烏蕩的部隊 在這樣的狀態下 因為長期的專制政權 不能夠動員這麼長的時間 去執行一個冷藏行動 冷藏行動這個名字 Post-Dork 是我自己的才 是1963年 在新加坡馬來西加別合作 以拘捕當時的 美光二號行動 正面 Post-Dork Post-Dork 寫一陣子 是大量的知識分子 就是新加坡的藍藏 香港現在正在做藥 也是一個藍藏 不是說藏在香港的公民 和民主 令到所有知識分子 全部收聲 在這樣的狀態下 我們怎樣去連對 今天出席的朋友 很多都 我都明白他們的心情 是很沉溫 因為看完9月6日的新聞 大家又做不到事情 都覺得很無在 很powerless 我覺得北京的政權很remo 他肯定能夠 這樣就可以 曲維他 看完 車子 其實都會產生一種很小的心態 叫做北京 一種受害者的情緒 是自己導入了一種悲憤悲憤 開箱受益 不難制 那玩意很容易會被人的情緒激動 如果是他那時候會很容易跌入一個細痕的模式 那個 thinking 的模式 第一個 所以我介紹了一本書就是一個很正的一本書 很多朋友都介紹過 我記得歐加倫、丙權、智欣、陣佛、陳建文、大廖平都介紹過 這些書的文章 就是講一本《許國許國》的書 講一些 一路到現在我們《許國許國》的書是在2019年7月8月的時候 我自己一路都是在《許國許國》的書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許國許國》 也就是今天在《許國許國》的《許國許國》 最重要的是《許國許國》的《許國許國》 正正因為他沒有辦法長期的動議軍警 因為那個成本很高 他不斷地地地地衝擊你的底線 衝擊到一個荒謬的地方 他沒有讓你頂不住 即是說不是啦 那也可以 昨天說林卓勤這樣被抓 告暴動罪都可以 然後譚德志這樣被抓 又告煽動 這樣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 當你越來越看到這些匪夷所思的新聞出現的時候 直到什麼呢 直到你有一天覺得 我真的不想看這些新聞 很多朋友都跟我說這件事 不想再看社交媒體 不想再在Facebook裡面 不想再在屋子裡面討論政治 這樣的話就是共政看治療 即是說他們應該慢慢接受這個熟悉 但是香港人過去的年紀裡 為什麼這麼難以預計的政見 這麼難去捉摸呢 原來他們所做的任何一個人 都達不到他們 於是他們達不到 直到走到根本 其實本來在任何一個 721號、612號、831號 其實每一個關節在裡面 他只要有一點良知和文明掩置之心 就可以回軌 現在累積到現在是不能回軌 馬心一環,國床到底 他只會不斷 大家不以為呢 當你用了一個舊日的香港的標準去衡量 現在發生的事情 你會覺得很方便 因為你覺得法官還是有法治的 議會還是有責任的 傳媒仍然是報導真相的 意見領袖出來說話 原來是管著良心 原來是管著憶怒 原來是管著憶怒 這樣的話 你會覺得很難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但你反過來 當你知道原來香港已經不再是以前的香港 是一個新的上下的時候 這個就是國安體制行為的香港的時候 你就沒有了這種期望 你沒有了這種期望 反而比較好 我覺得 這個就是戴耀 星期五跟他做節目 當時他講的所謂拉撒路的意思 拉撒路是死了之後 等四天之後復活 他說他所認識所深入的香港 其實已經死了 這個是事實 這個是事實 新加坡的冷藏環 其實是用內部安全法去做 而這個內部安全法是今天 新加坡獨裁到今天所使用的武器 包括馬來西亞已經修訂了這個內部安全法 而新加坡是不一樣的 香港現在正在走的 其實是新加坡的舊路 不需要再有人 其實是以前新加坡的舊路 目的地香港去到哪裡 就是去到新加坡 商業上比你有資本主義的事情 仍然按照很多法律 戀愛的政策 但是 奧拉撒路全部都是 under一個專制政策下面的指揮 三個部份 其實就是新加坡的模式 股市可以繼續上 它可以親美 新加坡是親美的 外交上 它是幫美國看著馬洛杰海合 如果是煉人設施 怎麼可能放在新加坡呢 我們的原油 我們用的石器油 都是為新加坡煉的 所有東北亞的汽油 石油供應 都是由馬洛杰海 經過南海過來的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 請去到旁邊 請去到旁邊 在經濟上 當它回復那種 其實要看它 新加坡不適合 它是一個親美的政權 不過它仍然是安全 和美光業國的独裁 還用這個擁嚇的方式 用所有新加坡知識分子的輸入 請您 請叫頭 車子 屁指不同 車子 市場 曲質 曲埋 便已經 成名 one 根據 包括 反而有人負責你的文章 當你在報紙發表了一篇文章 落筆的時候 你自己擔不擔心 你會不會的 如果我這樣寫的話 是不是應該不會寫 甚至你做一個YouTube的廣播的時候 你會不會再有免於恐懼的事 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還不是香港 好 到這一步 很多人都會想 這樣就放棄了 這樣就不會認輸了 甚至是不問世事 即是六四之後回香港 移民潮之後 跟著就進入一個攻堅掩錢的時間 最好大家繼續去炒樓 炒股 排隊黨 漸漸出現了這個無盡的瘋狂的搞笑意 當時的一代香港人 其實是錯失了 六四之後 例如我一直在當年 這個是沒有一個問題 很多人在那個時候 選擇了做一個戀業的行動 但我相信今天 香港人 經歷了那一段 如果不做人 可能會有什麼選擇 我經常都說 長期動員的一個獨裁政權 沒有可能成為一個金融的經濟 就算香港其他人不要吃飯 那些大麻煩 大財權 地產霸權 總之 在一帶一路裡面 已經全面被封殺受挫的央企 在紐約上市 將會更嚴厲的審計 而回來香港集資上市的內地的偽民企 所以面對這個情況 所以我就說 香港的局勢 其實贏年是進入一個博力階段 內蒙古好 新疆好 西藏好 拉薩好 木齊好 富豪行得好 他們連國際城市都不可以 可以生起民生的價值 問題是香港得不可以 如果你今天 每一次出街 還是有服務 香港就不會再是一個金融經濟的行動 是持續了一年半 你看到世界上有任何一個地方 聲稱自己的金融中心 國際城市的地方 是可以持續這樣動員 連新加坡都不可以 即是說你在國際社會裡面 已經是造成一個不可宛如的形象 就是香港是一個暴政 如果香港是一個暴政的時候 外國怎會再在香港投放大量的資源 例如被總部把銀行室放在香港 一定是遷移到新加坡、日本、台灣 這幾個香港 待會第二節回來他們說 交情收集 這個設計牽涉到香港的問題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時候你就會自己堂水滾河 去搞羅場雲 他們現在的特區官員 其實你不用聽他們說話 他們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的根本 是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所以我就說 銘也是機 表面上我們真的慘絕 慘到無緣 12歲的女生這樣上街買顏色 都這樣被警察這樣打敗 是慘絕人 但是 是不是慘到這個地步 我們完全沒有希望 在黑暗裡面看到完全光 我經常說 第一 香港始終沒有金融中心的國際 和拉薩 和富豪共同 這個無殘 是完全不可動的 仍然廣泛的國際關係 全港的訊息也不能傳給出來 因為融合的經驗影響 資訊之後 你可以怎樣生理影響 無論國而言 第二 西方世界對中國在肺炎之後的情況 已經出現了一個根本性的訊息 這次在和平的外省裡面 已經沒得很清楚 連歐盟裡面的意大利 和德國 法國已經很難回答 現在最軟弱的 只有我身處的地方 其他歐洲的工業運動 已經是明白到 這個未必跟中美貿易戰有關 因為武漢肺炎之後 他們已經明白到 中國對他們來說 是一大影響性的威嚴 這是歐盟自己的國際關係 這個軌跡已經形成 這個斑架已經形成 而看到王毅今次出訪 是沒有辦法拆解 也沒有任何去拆解這個人 好了 跟著就到他們自己經濟的內存 這兩億的中國人 是需要靠外國的工廠去制裂 那兩億人都沒有任何去 不要說是良方的問題 越是他們的基金越長 他們會對香港越來越多 所以我就說是越黑暗的 越出訪受挫 如果外國政府提出香港的問題 他一翻轉頭就是動向 紐約日報就在這裡 這個是必然的 家庭暴力是一樣的 在外面受了氣勢回家 打老婆子去 這就是內弱的LOSER 要人做藥的方式 如果他真的強硬的話 我就跟外面困他 你默克爾德國外長這麼囂張 我王毅當年WALK OUT 很正常 如果你真的這麼有吉士 這麼有底氣的話 美國人你派戰艦過來 烈根號 放兩個魚雷下去 東風導彈射他 頭彎這麼囂張 折克外長去那裡 做台大戲 現在還說 美國會派這個 在里亞泰國務卿 不知道什麼 春日講問頭彎 他擺明了 兩棲燈陸 現在應該 沒有 什麼都不敢做 所以最終就是 拿香港人出去 只有一個方法 現在就去到蒙古人 蒙古人出去 另一個方法 拿他的認爲 有異心的國民 一起進去 拿他們出來 這個其實在中國歷史裡 流流以解的事情 很多人以為是起場城 人家都說那些 立法文教科書 大家熟悉的立法文 大家熟悉的立法文 在場城裡 是自己做一支 他們的武功 武功的武功的武功 武功的武功 長城長來都沒有分手過 英國的武功的武功 武功德 從來都沒有作過武功的武功 其實從自己 由武功能力 由戰國長來開支 到現在共產黨的武功 在一種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要用一種很平常的態度 你看到是藍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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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 但你要觀察自己的範圍藍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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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 是感染我成立的結局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都沒有這種信念的時候 你就會拒絕不能接受的信念 最終究竟同學是你都不知道 我經常看了今天我跟鄉高華的同仲 都是等我幾年前的同仲 經常寫的同仲 我自己很喜歡看這個《私人坑士套路》的電影 《四星大陸話》 在那裡不太多 而《北斗·明朗》介紹他們的朋友 他有一個《狂磅》的時工 80年英國師 在這個《市場的市場》下載到了 不知道多少錢 因為他懵憊他回來 其實是很荒誕的事情 只不過是因為鄉高華的同仲 在太平洋城佔死 他不想到全家死去 他都同仲回去 其中犧牲了一些自己的戰略 但是他們根本上 在奧馬哈班大登入當前面 那叫納稅的大方 這樣衝上去坎坷的時候 他們埋怨了一個側供 究竟是大陸會去做這些事情 大佬 我們是把納稅打的嘛 我們是在放入行的嘛 為何要找一條彈散啊 Ryan呢 但他們不知道為什麼最重要是他們的流程 非常重要的我們相信香港會服務給他們 第二 我們要做這條彈散 很安靜的做事 不是在想很大的國際責任性 也不是在想街頭的 在我們生活中可以做些什麼 在我們生活開之後就社會開支 以往是不行的 以往是不行的 如果以往大約跟我這樣說 我跟Danny說的話 是沒有一個不同的 好像搞定你都這麼大的力量 大家是包含的 但我覺得這次我相信 就是需要的人 是由自己的實力 所以我們說 在海外的朋友 我們要寫信司 不是寫給我 可以寫給當地的服務員 他要求他們做的建議 當地的政府 他要求他們 他就問他們什麼時候 這個很正常的 你是加拿大國民 你一定有責任去監督你們自己的政府 你一定有責任去監督 你一定要告訴他們 這些新聞叫做香港人做的事 其實他們爭取的是一個報索 和你們在加拿大和美國 看到黑命被打的警察 其實現在無法應應 一個人來敦督 被警察被警察罪警的女子 和一個在波特蘭 被警察罪警而身為黑人 其實是一樣的 不會因為他在美根道貴 特別有國情 所以應該被人救 而他在波特蘭 就不應該死得 所以我說這個 論述是很重要的 是建立我們香港人的未來的自己 香港可以服用 是因為香港人的死 如果當我們自己都放棄 我們去哪裡 一半公斤 然後把第一次離開 第五次離開 第五次離開 那你說社區 由小居做起由下 向上去認罪 行救香港死因 然後提出一些行動的方法 給這個人 怎樣去做 我覺得沒有標準答案 不是我一個人都說 突然 全都能有便可以 請回到左方 看到三方公斤 進來三方公斤 然後 接隔離開 開這一個人到達 現在 請回到右方公斤 發的 跟高華 多人多燥機 去哪 加州 偪日 全部都有 當地自己 補足自己的關心香港的環境 將他們組織起來 保持溫暖 變成一個網絡 然後繼續去商討香港 可以你們自己在當地裏 怎樣為香港去做 他說無關的 這個就是我今天溫哥華的環境 在戰鬥裏面討論 拉撒尼西蘭的德式的一種方法 我覺得這個 由自己所蠟燭的第二框開始 如果你蠟燭的就是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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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要 所謂手足的律師 就是拉撒尼一直保持的運動 在最黑暗的時刻 其實是光州事件1988年中間 包括波蘭議公盟運動組成 到波蘭議公盟運動組成 中間的時間 您是一旦 現在 您買三個外出 在南韓的時候 他們會怎樣做呢 我們看到新聞 只看到他們在延世和漢城大學 首爾大學那條路跟軍警衝突 我們當年八十年代的時候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們在大學那時候 原來今時今日 我們經過19年 我們看回南韓最慘烈的一段時代 我們才知道原來他們經歷了那個血與淚是這麼慘烈的 所以我覺得這次是開啟了香港人的視野 是另一種香港人的視野 將會告別六歲那一代的演義 那種對大中華的想像 對中國崛起的民族主義那種的響應和影響 已經全部是南韓的軍隊退後 在一個新的韓戰 我們先休息一會 再跟我們講 在中美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跟著在選舉前面 跟他們選擇的一邊 先休息一會 在200多雅 你會達到達大阪的場地 你的迷法是上方方向 把團隊推出下方向 有達大阪的場地 你和我們搖走 在這輪格還要出現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